好的设计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主观的思想和意识的传达 其实这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初衷和目的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赖亚南 设计师赖亚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家居行业协会副会长 他设计的作品一直以自然淳朴为主 并且带有独立的设计美感 我现在坐的这个空间里面是我们新的设计 那么这套设计的主题我们给它定名为凝聚 这套新的作品延续了它的以往的设计风格 简洁厚重并且倡导着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在这两年就是我发现 聚会交往时候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大家团坐在一起 打电话越来越去 好 不用见了面之后 结果坐在那儿呢 我们不是面丁面用眼神用话语去交流 却在各自的低头 然后看着自己的手机 所以我在想我能不能做一个新的系列的设计 能够让大家在一个非常安逸的 非常松弛的 非常宁静的 和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和一些有亲切质感的产品 自然的 自由的 然后天然的去这样的 去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在赖亚男的设计作品中 材料自然 设计淳朴 并且带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那么它非常的现代 线条非常的凝练 然后也非常简洁 但同时呢 的的确确还是充满着一种力量 是一种就是体量上 和气度上是比较有质感的 这样的一套系列 赖亚男设计的家具 不仅是气质与众不同 并且可以随机组合 有着多种功能 当然我们的功能性 也都非常多元化 比如说像在这个 场景当中大家看到的 很多的位置 它可以在任何一个场景 比如说我在客厅里面 当编辑用的 可能可以放在床头 当床头柜用 那么我在客厅里面 做收纳 做储物的 可能放在餐厅也可以 放在书房也可以 在这套老鱼木的作品中 赖亚男不仅完全保留了这种材质的自然魅力 并且融入了粗犷的金属设计 它可能有非常强的这种工业化的质感 另外它的视觉的这种张力非常强 因为它所有的属性都非常天然 然后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也是特别想刻意地保留 它这种自然的属性和天然的这些机理 想有意识地放大这一部分内容 所以大家会看到 在这个老鱼木当中 我们非常好的 也有意识地进行一些人工处理之后 让它的自然的这种机理的质感 能更加地强烈 更加地直观 除了新的家具 在赖亚男的这些作品中 还有一些是利用废物件 重新加工而成的装饰品 那么像现在这个非常有意思 有艺术性的这一套 这个食鱼呢 大家会看到它就是我们在核桃里 捡回来的天然的食材 那么一片片打质的 那么它的食材的这种天然的纹理 和这个鱼呢 这种结合都会相得一张 后面的这大的装置呢 其实是我们用一些回收的 旧的一些废料金属呢 进行二次切割 然后整合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 我们的设计其实是一直关注人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也希望能够在当下的生活当中 给大家更好的参考的一些价值 也希望我们的设计能够给现在的都市的这些 非常急躁很忙碌这一部分人呢 能够让他们的心灵呢 能有一种安宁的回归 其实我觉得好的设计 其实它是应该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 也会在人们的生活当中 扮演一些非常好的 引领性的这样的一些作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